一天以后你又多了一个不一样的戒指 一件扇形一个戒指 天上没有地心引力的 所以每个戒指不用挂钩了 都在你的房间都扑在半空中 今天带这个明天带那个这样 所以天人都互相羡慕不嫉妒 哇他又做了什么扇事啊 那我也要去做这个扇事 我就有那种漂亮的东西 所以天上的人很喜欢到人间做扇事 而且天上的神看到人间做扇事 他就很高兴 所以各位你做了扇事 也要回向天神 天神谢谢你 因为他们很喜欢富贵 所以富持佛教最多的是天神 上帝玉皇大帝 释迦牟尼佛能成佛 都是由天神帮忙 四大天王带着佛陀出家 对不对 然后玉皇大帝帮佛陀铺金刚座 大帆天王守护佛陀 都是天神在帮助 因为天神 所以佛经有说 一个天神能够供养一个持戒的出家人 就可以马上升更高的天 所以好好的 那如果你发菩提心 不分在家出家 你发出一个 我愿意为众生而成佛的大悲菩提心 所有天神都会来护持你 因为护持你 他可以升更高的天 所以各位 一发心 鬼神不会接近你 护神 护法神帮助你 那你的事情就会圆满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就这个 而是为了利益更多众生 所以各位 从今天开始 爱所有众生 好不好 所以发愿成佛 好不好 没问题了 那为了如此来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好不好 那解决了 往生极乐世界 不用等到死了 你现在发愿 你的名字 莲花就开出来了 这样知道吗 莲花就开了 然后你一直做功德 你的莲花就越来越大 我们来比赛 谁死的那朵莲花最漂亮 我们一个老二上会关 他一关就知道你那朵莲花多大 就知道你秀到怎么样 事实上很多藏传的上师在关 这个人是不是人婆切 是不是活活 都是看莲花的 他只要看到你这朵莲花 你就是一个登地菩萨 你已经有菩提心 不然你没有莲花 所以各位要开始累积生命的功课 好不好 人到这个世间 是来累积成佛的质量 不要浪费了 不要浪费了 就像我一样 我师父也跟我这样讲 你不要吃过夜的食物 为什么 我是有一点福报 去挥霍 我师父常跟我讲 你现在用的都是 你过去是修的福报 用完了就没有了 你要赶快 有福报更要积福报 积了福报 不为自己回向给众生 感恩父母 这样你生命就没浪费了 所以我们出家并不是逃避 出家是一种发心 更上层次 所以各位出家好不好 你要说好 这辈子没有也要下辈子 对不对 我跟你讲一次 出家一天做一世皇帝 要不要 那你做皇帝 你又累积更大的福报 可以啊 所以各位福报 不用用心机 用奉献慈悲就好了 做什么都是用立他的心 好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态 来为他们念 祈佛如来 念一下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 那么广播圣如来 那么离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好 念第二遍 我打手印给各位看 我不是炫耀 我只要告诉将来你也要学 好 而且他们会打得 手很美 打得很庄严的 这个可以 可以显现佛的形象 所以各位念 那我打手印 那回去你要不要学一下 好 好 开始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 那么广播圣如来 那么离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学吧 你就会很专心 因为打手印 佛的形象就出来了 众生看到这个手印就得到了 所以你要让众生看到 所以这只手不要打麻将啊 不要杀身啊 不然你的手打不出手印了 来 调查一下 看你有没有杀身 手拿出来 合掌 这中间有没有洞 有 有你就惨了 不能有洞 而且要细跟长 代表你不杀身 柔软 你又细细长长弯弯强强强 你上辈子 咯咯咯 手再拿出来 摸摸手心 冰冰的还是热热的 还好 冰冰的代表不孝顺负 热代表你有悲心了 手再拿出来 摸摸 细细的还粗粗的 好在没人 粗粗的代表好色 所以好色的人皮肤一定是很粗糙 皮肤不好 手再拿出来 摸摸头 尖尖的还扁扁的 这下惨了 请问观音菩萨是尖的还扁的 尖的代表拜佛 拜佛 拜佛的人头会尖的 好放下来 手再拿下来 看守背 有没有看到很多血筋骨头 有也很惨 代表贪心贪财 赌博做小偷 所以我们看请会计都 手拿出来一看 OK 他又手筋又 哇这个不行 这个给他摸钱 全部给他捂掉了 所以各位如果你血筋骨头很多代表 哇你很爱 你有没有打麻将 手再拿出来 长还短 你站起来要摸得到乞丐 这个叫佛的手 叫手过七 所以我们出家一定把布做得很长 做过得很长这样 这代表 生生世世 去爱护父母 然后去尊敬老师 了解吗 去帮助别人 你手会长 那佛陀的手是一打开 跟他的身体一样长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量身高量 佛陀不用就这样 所以你要修佛陀的三十二相 什么叫归佛 就是要学佛的相好庄严 让众生看到你的相 而生起对佛法的信心 也要这样努力吧 好 那我们现在念回相记 希望 往生者 也希望这个回相不是光 你去极乐世界 我再问一次 各位将来要不要去极乐世界 你要决定 你这个决定就可以 帮你祖先往生 你这个决定就可以 帮你的冤亲在主 堕胎胎的找到生命的方向 所以有人说 师父我有个冤亲在主 我怕他 我说你不用怕他 你要说 我爱你 我们将来一起去极乐世界 那我先让你去 那你要跟他解释 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去 那边 太幸福了 那边 你洗澡的时候 八宫勒水 你呼吸的时候 你要描述 你就念念阿弥陀经 给他听 就这个意思 你只要跟我念佛 发愿你就能够去 七宝流离 每天忙着去供养佛 旁边都是大菩萨 不用上班 不用赚钱 因为极乐世界 没有贪嗔痴 极乐世界只有 志 我们叫 世 这个世间叫 意识分别 无着恶识 极乐世界叫 清净没有贪嗔 没有人会在那边生气 没有人会起男女欲望 因为极乐世界 所有的人长相都一样 都是阿弥陀佛的形象 只是我知道 你是你 我是我 心知道 但是外表都一样 没有男生 女生的分别 所以极乐世界 无有女人 并不是说 因为它叫 没有分别相 超越男女相 但是 迷了净土 可以有男生 女生生小孩 不动佛净土 也可以 但极乐世界 是特别的 那要是佛净土 也是纯粹的 庄严相 好 我们一起念 回相继 真心的念 好不好 今天 发愿 大家都 一定要 移民到极乐世界 因为你去极乐世界 不是逃避 你将来回到人间 你到哪里都不会被污染 投胎做鬼 投胎做什么 都是为了度众生 你就倒架此行 自由自在了 所以一起发愿 也祈求往生排位 所有父母祖先 允信在主 一起念 来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于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花开见佛物无生 什么叫无生 到极乐世界就无生 不会起心动念 然后你骂你 爱你 诱惑你 你都很平静 那你花开 你在极乐世界 你是先投在莲花里面 因缘成熟了才会开 开了以后看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亲自跟你说法 你就正的空性 叫无生 无生法忍 然后以这个空性 参访诸佛菩萨净土 每天去供养诸佛 诸佛就告诉你 你将来在什么世界 成佛 叫什么名字 每一个佛跟你讲的都一样 你就会相信 原来我可以成佛 旁边都是一些不退菩萨 就是不退 大悲菩提心的菩萨 像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很多都在你旁边 做你的同学 每天唱 所以从极乐世界回来 就没问题了 就不会在这个世间 结婚也是一种姻缘 没有欲望 只是姻缘你到了 结婚 但是你不会为了婚姻 有或没有而苦 你只是借这个云言 度对方 所以各位 快速成佛的方法 是往生极乐世界 保证的 那最好你能够用菩提心 极乐世界有九品 今天你这个人杀了一百万个人 要死之前 只要有一个人 跟你说 你现在快死了 很痛苦 乃至已经死了 你赶快跟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 你只要念一声乃至十声 你愿意往生 或用念头说好 你就蹦就超度了 各位你要相信 所以我希望各位去助念 好不好 调查一下 曾经去帮不认识的人 帮他念阿弥陀佛 助念 举手 还是有人 太好了 太好了 将来我们可能会在澳洲 组一个慈悲协会 大家都来做这种事 好不好 免费的 一切都免费的去帮助任何一个人 送便当 我们在法国 纽约 温哥华都在做 送便当给游民 不过我来澳洲好像没看到游民 还是你们没带我去 我在美国好多 在欧洲现在越来越多 去用便当给他们吃 冬天送衣服给他们穿 台湾 日本现在也很多 台湾的火车站也很多 去帮助他们 然后各位可以组团到医院 或是老人护理院 老人护理院他已经躺在那边没有呼吸了 或者说快往生了 帮他 帮他助念 帮他讲讲佛法 不管他是天主教 基督教都没关系 念他喜欢的经典就好了 最后他会看到圣母玛利亚 上帝也好 阿弥陀佛一样都可以 这是一种帮助对方 也是帮助我们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经常如此 好 现在我要念三皈依 先翻到 三十一页 如果你没有皈依三宝 借由今天皈依三宝 好不好 但不是皈依我 我们是皈依十方佛法圣三宝 要有这个观念 然后不但自己皈依 我也期望各位引领的 累劫累世父母祖先 堕胎胎儿 冤心在主 澳洲的亡灵 乃至你想到的地区 因为你用悲心 他们就有机会皈依三宝 不但皈依三宝 希望他们也发菩提心 昨天有人问我说 今天有没有传授菩萨戒 如果你真有菩提心 事实上念完 你就得菩萨戒了 但是一般不容易 还是要正式的传比较好 了解他的动机 但是至少先让众生发菩提心 自己在佛前自己发 所以我们要念这个皈依发信仰 麻烦各位起立 坐太久了 站一下 然后呢 我们要带领了 所有的众生 都一起跟我们皈依三宝 好不好 念一下 父亲在右肩 母亲在左肩 你要观想 累世累世的爸爸妈妈 都在我们这边 然后所有的众生